第十九名 无牙子 逍遥派掌门 与东邪黄耀石类似 也是一位全能型高手 于各种技艺均达到出神入化之地步 小说中对无牙子的武功没有任何实际描写 在字里行间判断 应该强于师妹李秋水 比师姐天山同老略弱 通过其入室弟子丁春秋的偷袭事件可以进行判断 在无牙子完全没防范的情况下 遭到丁春秋暗算后 竟然毫无反抗余地 以后数十年均无法翻盘 而无牙子号称七十年的内力 其实也远非想象中强大 因为苏星河武功只比丁春秋差了一些而已 可无牙子却知道 即便使用北明神功 先庆空苏星河内力后 再授予他自己的七十年内力 配合苏星河原有的武功 依然打不过丁春秋 由此可见 逍遥掌门的内力 比至丁春秋也没强太多 至少是在可以对抗的范围之内 无牙子的战斗指数为五颗星 综合武力九十点五分 位列十九位